大家好我是旭哥渦卡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個是天地劫手遊版 那旭哥今天來講一下這個遊戲的T0神角 那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會有最新的禮包碼、禮品碼、對話碼、遊戲的虛寶序號 以及攻略初體驗有碼無碼的旭哥都會分享給大家 那之前已經有分享過兩組最新的禮包碼 大家可以到頻道收看 有兌換教學 好 那這個遊戲呢 目前當然啦 之前旭哥上一集有講過嘛 開局的最強的開局 當然就是要刷這個冰璃啦 在這個天雀龍鷹的這個池呢 有冰璃 那旭哥先來抽一下好了 先抽一下 等一下再來介紹 冰璃其實很難刷啦 所以大家應該也都沒有刷到 就是要刷很久 旭哥到現在還是沒刷到 反正就是隨緣喔 旭哥玩手遊都是這樣 隨緣 但是這個角色基本上是最保值的 所以建議大家要刷一下 就是玩到後期 基本上都還是會一直 時常用到 就是開局目前最保值的 最強勢的角色 就是這隻冰璃 所以這隻絕對是T0神角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隻 等到抽完之後 欸 欸好像中了欸 欸 欸 旭哥中冰璃了各位 旭哥中冰璃了 哇靠 欸我沒有特別刷啊 中了 好笑 這個帳號真的沒有特別刷啊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介紹好了 冰璃T0神角呢 他基本上就是 呃 從開局可以說 他是 冰鼠的角色嘛 看他名字都知道 就是非常強勢的 專士這個 天賦啊 各方面都是非常優秀 所以就是建議大家優先把他升到六星 欸 竟然會刷到 我也是蠻意外的 這帳號真的沒有特別抽啊 好笑 好 就是這個冰璃 你點這個召喚都可以進來看他們的 這個角色的介紹這樣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其他的T0神角 那有一隻呢 就是即將推出的 應該在可能下個禮拜 或下下禮拜 就是過大概一段時間 開服過一段時間都會推出 那隻角色叫做 風鈴聲 風鈴聲呢 就是光鼠的代表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奶媽的角色 也是T0神角 那目前還沒推出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光鼠的風鈴聲 也是女角 基本上這個遊戲 基本上最強勢的角色 好像都是女角 跟大家 大概所有的手遊都差不多 風鈴聲啊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這隻也是T0神角 他之後會有一個池這樣 大概是過兩週左右會出現吧 那他就是一個很優秀的奶媽 所以基本上風鈴聲必抽 風鈴聲 那還沒出現在這詞啊 虛哥先講一下 未來的 未來是 因為這個遊戲 陸服已經推出一段時間了 所以就是 可以未來試一下 那這個大概兩個禮拜之後 會有風鈴聲 大家可以就是準備一下抽 那我們接下來講一下這個角色呢 他這個右上角的這一隻 你看到一個右上角的一個包包頭的妹子 那一隻呢也是很優秀的角色 那隻叫做木龍玄姬 木龍玄姬他是雷屬性的角色 那你假如是練完這個冰璃的話呢 就是建議可以練這個木龍玄姬 木龍玄姬是蠻推薦的 就是他是一個雷屬性很優秀的角色 也算是T0神角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先抽這個冰璃嘛 冰璃抽完你可以等之後的那個風鈴聲 然後你就努力拚這個 這個就是剛才講的這一隻木龍玄姬 那就是很好的開局 那就是一個很棒的開局 那基本上就是冰璃一定先刷嘛 這是不用多說的 好 那我們再講一下 那除了T0神角之外 這個也算是很不錯的角色 旭哥一起推薦好了 就是這個夏侯儀 夏侯儀也是算是開局很強勢的角色 那這個就是他的很強勢的岩屬 然後他是群體技嘛 所以就是你打一些關卡 因為這個 這種戰略型遊戲 群體技啊 強力的輸出角都是很必要的 你看他有寫最強群傷 所以這個夏侯儀 蠻推薦給大家刷一下這個夏侯儀 所以基本上就是推薦這幾隻嘛 就是最主要就是冰璃 冰璃一定先刷啦 冰璃實在是太猛了 對啊 冰璃一定先刷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講的風鈴聲 風鈴聲是大概兩個禮拜會推出的 去個懶人包幫大家整理一下 然後再次行動啊 就是 免疫死亡還有就是必定先攻 有很多強勢的技能 還有範圍 那個 磁環啊各種強勢的技能 你看他這個 全體技 很猛啊風鈴聲 好 再來就是 這個 剛剛講嘛 木龍玄機幾個角色 然後夏侯儀大家可以抽一下 那旭哥蠻喜歡他這個 可以在這邊 紮營這個系統 可以在那邊聊天啊 看故事這樣 可以跟他聊天 其實旭哥蠻喜歡這個系統 那都是小時候的 是 你要是 去個之前玩那個 呃 一些 那個 PS3的遊戲 也是有那種紮營系統 那就蠻喜歡的 可以看故事這樣 我其實蠻喜歡這種系統 可以慢慢了解故事 享受劇情這樣 像以前玩那個 Dragon Edge吧 應該台灣翻叫暗龍紀元 那時候旭哥就是 很喜歡他那個 可以在那邊紮營啊 然後就是 可以跟角色互動這樣 司徒鷹 算命啊 而且他其實都有語音 我覺得這個還蠻細心的啦 算是蠻用心的一個手遊 鷹劍屏 鷹劍屏好像算是裡面最帥的 哈哈 月兒 可以跟他互動 互動可以增加一些閱歷 欸 換靜龍腰 他這個互動就 我覺得很可愛 還有這個 陸招一 鷹劍屏 陸依依 陸招一 叫做依依 綽號 綽號叫依依 蠻可愛的這個女角 其實他們 我發現他們胸部也是會晃 有注意到 剛剛那個妹子他胸部會晃 這個 雖然他抽到很多 好 那今天這個旭哥手遊攻略就錄到這邊啦 有抽到這個最新的這個冰璃啊 竟然 竟然抽到冰璃了 太神了吧 我剛剛就是三抽 大家有看到嗎 三抽就刷到 我 我這個賬號就是我一開服玩到現在 我都沒有刷啊 因為最近太忙了 沒有什麼時間啊 而且旭哥玩遊戲不太會刷 不太會刷手抽的 有抽到就算了這樣 竟然抽到冰璃啊 好啦 各位 有空的話也可以來刷一下這個冰璃 好吧 那今天攻略的路到這邊啦 今天有介紹T0神角 冰璃 封銀生 然後 慕容玄姬也很推薦 然後還有夏侯也很推薦 最主要是冰璃 封銀生 冰璃還有封銀生 大家可以就是好好的 努力的刷吧 好那我們就下一節